- 各位好 - 拍兩集 Premiere 教學之後呢 - 最近我又無年地玩一些 - 很久沒有接觸過的特效剪接 - 還投放了想到日本人笑 - 誰知投放完之後 - 人人都覺得很好奇 - 還很有興趣的問卡路斯 - 究竟怎麼剪輯出來呢 但最近幾星期都在不斷拍張照片 所以要到今天才有時間跟大家解釋 我今天所教的是 Masking 和 Tracking 的兩大技巧 其實不單是用於Premier 這兩個概念 在任何一個比較專業一點的剪接軟件 都用得著 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看到最後 提一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歡迎大家按讚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說回20年前 卡洛斯就已經在聖精德格校園電視台 擔任音樂總監 十多年來我做了很多很多的音樂節目 那時候我每個月都出片 而且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剪接 於是就將Premier 用得非常純熟 但每逢卡洛斯要做到特效 除了用Premier 之外 偶爾都要用另外一個軟件 那個軟件就叫做After Effects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什麼叫After Effects 或者你可以這樣想 如果Premier 是影片裡面的小畫家的話 那After Effects 就是影片裡面的Photoshop 也就是你拿著After Effects 你可以像P圖片一樣 P任何一套影片 那就是什麼荷里活特效都可以做出來 但是用After Effects 很多限制 由於它做的東西很複雜 所以每次只能處理短片 所以它同時要配合Premier 一起使用 經常在Premier 和After Effects裡面 走來走去 卡洛斯就覺得相當煩 但最近這幾年 我都沒有做電視台節目 現在做YouTuber 我就用Premier來剪接之後 我就發覺到 現在最新的Premier 比以前強了很多 有些以前要用After Effects 做的特效 現在就這樣用Premier 已經搞定了 於是今天我打算用一些基本特效概念 來和大家講一下 等大家學會了之後 就這樣用Premier 已經可以做出上心月窩的大片 首先我想提出三個特效的概念 就算是荷里活級的大電影 都是來來去這三個 第一 我們叫做Masking 中文可以叫遮罩 或者內地叫做蒙版 意思就是把畫面一部分遮蓋了 而顯露出背面的景象 第二個技巧就是Tracking 中文叫做最終 意思很簡單 就是有件物件在畫面動來動去 或者飛來飛去 而你有方法利用軟件 追蹤著它的運動 可以把特效加在這件物件上面 第三 大家一定不陌生的 就是Killing 即是退地 玩Photoshop 大家經常都說Key 一個人下去 其實就是一幅照片 將人的背景退走了 而在影片上做Killing 就有一塊綠幕更加好些 如果不然你就用第一個方法 即是Masking 逐個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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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個圖 那就花很多時間了 只要大家好好學好這三個技巧 基本上什麼特效都可以做出來 大家記不記得上一次我有個影片 教大家如何複製兩個卡洛斯 在這個影片裡面 我其實已經提過Masking的概念 說到Masking 玩模型噴油的人都會懂 其實就用Masking Tape 將一些地方遮蓋了 噴油的時候就不會噴到這些地方 如果在影片上面做Masking 就可以將兩個影片發生的事 放在一起 當然啦 大前提一定是要用腳架 才能夠保證兩個影片的背景 能夠接合到一起 好了 今天我用了一條 我在這裏過馬路的片為例子 我用一支鋼筆 就將自己圈了出來 其實就是我將自己的背景就不要了 於是在背後套上車洗過 就好像做到我被車撞到的效果 這個Masking 比上一次難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上一次人 就站定定在這裏 最多是少量的動作 但這次我在這裏過馬路 越走越近 所以Masking 一直在這裏變 而且還每格每格在這裏變 於是我就用上一次教的 就是TocoAnimation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每一個參數旁邊 都有一個小時鐘 今次我們按了Mask Path 上那個小時鐘 於是我們每走幾格 就可以改一改Mask了 而只要在那個位置 改了Mask 少少 在那個地方 就會出現了一個Key Flame 你看到有幾多個Key Flame 就知道自己改得密不密 一般來說 動作越是變化得大 Key Flame 就要越是密 那這個整個個過程 我們就稱為Tracking 其實如果你是懂得用 After Effects After Effects 的自動Tracking功能 是很強的 即使現在的Premiere 它都有一個Auto Tracking功能 就是按這個按鈕 但是Premiere的自動Tracking 我覺得不太準確 如果特效短短地 我寧願人手做 但如果特效比較長 在Premiere做人肉Tracking 就很浪費時間 尤其是你要做得很完美 貼著個人的邊 就很花時間 還好過馬路的時間不長 三兩下就搞定了 到了撞車的一刻 我們最好將人物定格 先隔大家怎樣定格 就是在影片要定格的地方 按滑鼠右鍵 接著選Frame Hold 那段片就會斷開了兩段 由於定格 Masking 就不需要再變了 如果不是同時又要追蹤Masking 又要做Position 就很艱難的了 好了 現在我們啟動Position的小時鐘 每個幾格 就改動人物的位置 將它移到在車頭的位置 將它移到在車頭的位置 再過多幾格 就啟動Rotation的小時鐘 即是每個幾格 人的身體都旋轉少少 由於撞車是順時發生的 即使Mask Position 和Rotation 做得很粗 但播放速度快的時候 是看不到穿崩的 做好整個撞車的鏡頭 只要之前之後加一些影片 組合成故事 就變成了一套提醒學生過馬路 不要看手機的短片 今天介紹的特效是否很有趣呢 其實能夠用這個Masking 和Tracking 真的可以創意無限的 只要我今天還沒有時間加上Keeing 那我就留下一次 才教大家做一些更加吸精的特效 大家不妨在下一次之前 自己先準備好一塊綠幕 其實只是一塊綠色的布就可以了 準備好之後 就留意下一次卡洛斯幾時出片 教你剪照 好了 請大家加讚和隨便留言 拜拜